为在加德满都东边的La Duc 是Donahat的其中一个寝镇区域 面积26.5平方公里 总共涵盖了9个林 2015年的一场大地震 不知道摧毁了多少尼泊尔人的家园 尤其对偏远的山区居民来说 重建似乎远远不及获得温饱来得迫在眉睫 这次的灾区访问计划 就是希望志工们的脚步能够走遍整个La Duc 并把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的灾后重建状况 详实地记录下来 从台湾出发 经过15个小时的飞行 我们来到了 耶 我们到了 终于 10个小时的车程 志工们终于由加德满都到达 La Duc山脚下的城市 一路上 城市中大多数的建筑都已复原 世荣也恢复了繁华 但随着海拔增高 路边的房子开始出现铁皮屋 渐渐的竟然连一栋砖房也没有了 志工们从山下 一步一步地背着沉重的行李上山 走了16公里以后 第五岭的学校校舍才终于展开在眼前 此后志工们三个礼拜的生活 就在学校旁边的空地 住帐篷 铁皮屋打理三餐 以及每天步行 访问全村的学校卫生所和家户 从去年开始重建的校舍 刚好在今年完工 孩子们终于脱离了冬冷夏热 隔音又差的铁皮教室 能够在稳定安全的环境下学习 它很难教学习 因为我们缺乏建筑 我们必须减联系 一层计计 来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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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已经开了新建筑建筑 支撑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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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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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样的环境 对其他五间学校的孩子而言 仍是遥不可及的奢求 太多 位于武林的卫生所 地震时也遭受重创 身为整个La Duc地区唯一的卫生单位 除了要帮整个区域的孩童施打疫苗 帮孕妇接生 同时也要处理居民大大小小的商品 不同于城市 在乡村 只有步行才能到达村落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的区域 我们的区域 他们的区域 我们的区域 真的比我想象的地区 非常非常多 那这样他们到底要怎么开始重建他们的帮助 主要是水问题 很多水源被冒险了 一些都被毁坏了 这几个季度他们有足够的水 但在其他季度 他们没有足够的水 为饮料和牡业 我爱我的家 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家户也跑过一轮了 然后他们就很乐情地跟你打招呼 然后你就觉得哇 就看得好熟悉的人 就觉得对一个地方多一个牵挂 小的东西可能会有不同 所以你们都做得很好的工作 所有的服务工作应该就是要像这样子 你要认真地听到每一个家户的声音 你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地震也曾是 仍然是台湾心上的痛 而这样的山在尼泊尔 数量却是以百倍 千倍的在上演 这次的仿调 让我们更加理解了在地震一年过后 Laluk居民需要面对的困境 我们也期待此行的收获 能为这里带来更多的关注和资源 新的地震 墨价 天 镇 感谢观看